12月28日,中石化N股与H股继续上演双杀行情,收盘分别下跌3.81%和5.81%,可见投资者对中石化黑天鹅事件的恐慌依旧未去。 12月27日,媒体报道中石化子公司,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优先责任公司,两道管被停职。晚间,上市公司中国石化发布公告称,本公司了解到联合石化,在某些原油交易过程中,因油价下跌产生部分损失,本公司正在评估具体情况。 中石化集团新闻发言人表示,中国国际石油化工联合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波,和党委书记詹锡,因工作原因停职,由副总经理陈港,主持行政工作。 目前,联合石化公司各项工作运行正常,但具体停职原因,目前还不清楚。 市场仍然不能理解的是,为什么此公司总经理,和党委书记的职职,会对中国石化股价,产生这么大的影响。 联合石化是中国石化100%控股的全子子公司,于1993年2月成立,也是中国最大的国际贸易公司。 联合石化的经营范围,包括四大板块,即原油贸易,成品油贸易,林贸易及仓储物流等国际石油贸易业务。 媒体报道,总业内了解内情的人事处获悉,两位高管是于26日被停职的,停职原因是联合石化, 此前在操作进口原油远系淘宝过程中出现失误,造成一定损失,但考虑到对冲以及之前油价上涨的因素,此次事件或不会对中国石化全年业务造成太大影响。 为分散国际油价波动的风险,中石化通常会安排多个下属企业采购进口原油,同时会进行远系淘宝操作。 据中国证券报12月28日报道,在爆出陈波和詹琪这些消息的同时,另有网络消息称,陈波为中国石化解职的具体原因是, 他在70多美元的时候,做多人油期货,据说买了3000至7000万桶,几公司亏了数十亿美金。 陈波被高盛忽悠了,后者一路看降原油。 中金估算,中石化的交易损失,可能是因为采取了满入看涨期权的同时,满出看跌期权的策略。 大多数亏损可能产生于满出看跌期权的过程中。 中金预计中石化未来一个季度,将产生150亿元库存亏损。 不过到底亏损多少,还没有权利消息。 中国石化周四晚间公告称,公司了解到联合石化,在某些原油交易过程中,因油价下跌产生部分损失,正在评估具体情况。 在石油行业,利用期货工具,包括套期保值,期权交易都是很正常的,在国外都比较成熟。 联合石化这次的事情,可能是对油价走势判断失误,具体损失,要看其涉及金额和杠杆情况。 而据早前报道,陈伯今年9月底,在年度亚太石油会议, 上冲,近于全球市场单前的供需态势,原油价格在每桶用时至80美元是正常的。 而实际上,9月底以来,全球油价跌跌不休,布伦特员有近三个月跌幅超30%。 如果是严格的套期保值,根据自己的现货规模来做的话,那么产生多大的亏损,都应该是在合理之中的,因为跟现货是挂钩的。 很多期货交易员估计都很浪漫,这种行情,如果方向做饭的话,很多人都会进行止损。 为什么这么大的企业,在这种行情中不止损呢? 难道这么大企业的期货操盘手,还不如我们这些小投机着吗? 这其中,真实的原因,我们当然不了解。 在此事件之前,中航游事件曾经震动资本市场。 这起最引人注目的陈年旧案,就是当年的中航游指挥案。 2004年底,当中航游新加坡,在国际人游演申请交易中,指挥40多亿元人民币时, 大部分媒体的焦点,都集中在世界负责人陈九龄身上。 在国际油价上升的趋势中,出售大量看涨期权,给中国航游带来了巨额亏损。 面对这一局面,2004年10月,中国航游集团一度将持有的中国航游股份折家配售,给机构投资者筹资暗中补仓。 但由于国际油价仍在不停攀升,亏损额不断扩大。 自2004年10月26日起,中国航游在高位开始斩仓。 陈九龄被迫离职,并遭到新加坡警方宣布。 金融衍生品的巨大风险右目共睹,操作因一场严格与谨慎。 衍生产品越复杂,国际机构的金融专业知识与定家能力优势就越大, 意味着设计帮的进京程度就较小,而企业被多数的概率就到大增加。 这也意味着买帮的风险就越大。 复杂衍生品在看似极具有获利的背后,其实是风险的不对称。 因此,国资委多年前就发出通知,要求央企必须审讯运用金融衍生品工具, 严格坚持套期保值原则,有效监控风险,不得从事任何形式的投机交易。 明确提出了期规限补,不能超额等套期,保值四大原则。 时隔多年,原油期货交易,再次爆出黑天鹅,其中交易过程到底如何? 到底是套期保值,还是纯粹的投机交易? 中石化黑天鹅,是天灾还是人祸? 原油交易亏损多少? 这一事件需要更加透明,更公众一个合理的交代,不能成为一笔糊涂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